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士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娘 第三百集 不翼而飞 拔出那些箭矢的时候 黑小色不断发出惨叫声 让李半仙弄得轻点 说没有被毒死 一会儿就疼死了 将那些箭矢拔出来之后 李半仙又拿出一些药粉 砸在了黑小色的伤口上 然后撕破盗袍 给黑小色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 格宇那边还在咬着牙勉力支撑 那巨大的石头一点一点的往下滚落 将格宇推着往前倒退了好几米 差不多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还是无法阻止这石头一点一点往下滚落 但是格宇一松手 后果不堪设想 陡然间格宇也是发了狠 用肩膀一靠抵住那块石头 咬着牙摸到了腰间的七星剑 将那七把小剑陡然甩了出来 全都深深地砸入了坚硬的地面之上 然后格宇才呼出一口气 缓缓地退身出来 用那七把小剑将石头卡在了半路上 忙完了这些 格宇不由地长出了一口气 感觉都有些脱力了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起来 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水给浸透了 这也得亏是个修行者 若是普通人哪里能够抵挡住 这好几千斤重的巨石 早就被碾成一堆肉泥了 搞定这块石头之后 格宇拖着沉重的身体 走到黑小色的身边 关琪说道 李大哥 黑哥没事吧 没事 死不了 这件史上的毒 虽然毒性十分猛烈 不过并不是什么奇闻毒药 我这里有虚假药铺 给他借毒药 已经给他胃下了 也没有伤到骨头 像是他这体格 不出一周就可以胡蹦乱跳 李大哥 这还不算重啊 我感觉我都快要死了 太疼了 现在头还有些晕呢 不行不行 你不让小语背着我走 我脑袋晕得厉害啊 黑小色依旧是贫嘴 看到他说话这么利索 格宇便知道这小子是没事了 一脚就踢了过去 正好落在了黑小色的伤口上 疼得他呲哑咧嘴 大骂的 哎呀呀呀 格宇 你二大爷的 老子都受伤了 你还这样对我 弄人这样不怪你自己啊 之前进来的时候 李老哥就吩咐了 不要轻轻妄动 一切按照他的指示行动 谁让你自己完全不好的 这下触动了机关 我们几个人差点都被你害死 我靠 这怎么能怪我呢 当时那种情况 不追那小子就跑掉了 那你不也是没追上吗 这下让黑小色有些哑口无言 郁闷的嘀咕道 谁知道那小子跑那么快啊 我也就差那么一点 等会儿捉到他 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此时格宇看到黑小色的脸色 已经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李半仙给用的药 看来的确管用 关于这个薛家药铺 格宇听到很多人提起了 杨帆 白展 月强都有提到过 而这薛家药铺的药 也的确是管用 当时杨帆也就给了那么几颗 让格宇的伤势恢复得很快 有机会看来也要去那薛家药铺 见识见识 讨些药回来 众人呆在这木道之中歇息了片刻 看着黑小色恢复得差不多了 格宇才将它搀扶了起来 继续往前行走 这下进来的路被那巨石给堵住了 想回去都回不去 只能继续往前行走 而之前触动机关的那个人 早就已经跑没影了 李半仙看着这个木门的方向 若有所思地说道 刚才那个吃死人肉的家伙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八爷 年纪和模样 跟范老二描述的差不多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死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他身上竟然散发出了一股妖气 刚才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黑小色格宇连连摇头 表示没有注意 当时看到那人正在吃死人肉 俩都有些懵 没有注意别的 不过李半仙十分心细 一切尽手眼底 李半仙回头看了一眼那巨石 跟格宇说道 你辛苦了 咱们继续往前走 去找那个八爷 此人很不简单 当下也只能这么办 格宇摻扶着黑小色 继续往前走 刚才黑小色滚过的地方 地面之上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箭矢 三人继续往前走 一只走到了通道的尽头 这个通道的尽头 好像是没有路的 格宇走到前面拍了两下 是坚硬的石墙 而且还是石心的 不对啊 刚才那个八爷是从哪儿出去了 他不可能凭空消失吧 刚才一阵忙活 都为了躲避那些机关 命都快没有了 哪里还有心思去管那八爷 谁也不知道 他当时去了哪里 此时 李万仙凑着眉头 四下找了一圈 突然指着角落一个地方说道 真是从这里逃走的 两人顺着李万仙指的地方看去 但见了通道尽头 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那个地方 有一块松动的石头 李万仙将那石头给挪开 露出了一个黑油油的洞口出来 这个洞口很小 估计一个人爬过去都很勉强 那八爷逃出去的时候 有些着急 所以没有将洞口堵整齐了 被李万仙发现了端子 看着这洞口 三人迟疑了片刻 李万仙说道 刚才那八爷肯定是从这里钻撞去逃走的 只是这洞口后面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等着我们 这个大幕真是是非多呀 咱们转了一圈 愣是连主牧师都没有找到 却被那八爷引到了这个地方来 还差点被他害死 格宇看着那洞口 感觉不断有阴冷的风吹进来 说明洞口里面是通风的 那个八爷为了要害死他们 用尽了办法 这洞口里面真的可能有凶险 迟疑了片刻 格宇说道 我有办法 说着他一排巨灵塔 放出了两个大妖 一只是猫妖 另外一只是蛇妖 你们进去洞口看看 有没有什么危险 回来通病一声 两个大妖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 化作两股妖气 顺着洞口飘了进去 对于格宇的巨灵塔 黑衣小色并不陌生 但是李半仙却是第一次见 有些唏嘘地说道 好家伙 真人真人可是够疼你这关门弟子的呀 不光是七星剑在你手中 就连这毛神圣器也在你这 刚才那两个妖灵 每一个道行都要在三百年以上吧 是啊 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 老妖就是好处多 长教师兄也很关照我 这些巨灵塔中的妖物和大妖 基本上都是我师父在很久之前做的 封印在巨灵塔之中 正说着话呢 突然听到洞口处传来一声响 好像是打斗的声音 过不多时 从了洞口之中钻出了一道黑气 那蛇妖说道 小爷 那洞里面果真诱人 我们进去的时候 差点被他给偷袭了 还好我们反应快 没有让他成功 不过那人姐没有偷袭成功 直接转身就逃 老猫已经去追了 格宇点了点头 让那蛇妖跟猫妖一起去追巴掩 然后他带头朝着洞口里爬了进去 既然已经有两个大妖给他们探 便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李半仙和黑小色 玄机也跟了上去 这个洞口很小 格宇的身材不胖 尊敬洞口都挤得难受 基本上一点一点的往前挪动 束手束脚 如果对面有人的话 只需要拿一块石头 等他们将脑袋露出去 一石头砸下来 小命铁定不保 因为在这狭窄的洞口 想躲都躲不及 只能等着挨打 往前爬出了四五米的距离 眼前终于豁然开朗 格宇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出来 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 心中又不免暗自庆幸 幸亏让那两个大妖坛 要不然谁带头谁就死定了 进入这个洞口一看 格宇发现是一个天然的山洞 山洞里面有一股的难闻的心骚味 十分刺鼻 在天然打开的情况下 格宇四顾了一眼 突然看到这山洞之中竟然有一大堆的白骨 一看到这些白骨的时候 格宇还吓了一跳 这也太多了 地面上摆着一大片的骷髅头 摆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 在那些骷髅头的旁边 地面上全都是森森白骨 这些白骨夹起来 起码有好几十个人 不多时 李半仙和黑小色也爬了出来 刚一出来 黑小色嘴里就骂骂咧咧的说道 这干嘛是个耗子都嘛 急死我了 看来以后还要减点肥子行啊 两个人进来一看 朝着四周一瞧 很快也看到了那些白骨 也都是一愣 黑小色紧接着又道 我去 这什么地方啊 怎么这么多死人骨头啊 李半仙从地上捡起了一根大腿骨 凑在眼前仔细一瞧 这好像是什么东西看着 上面还有牙印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才那八爷没死 就已经是足够吸气了 这里又闹什么幺蛾子啊 别管了 那两个大腰正在追他 应该跑不远 咱们将他捉住之后 问问就知道了 走 这一次 是由歌语带头 他能够通过聚灵塔 跟那两个大腰取得联系 用意念进行沟通 当下问了一下 两个大腰是如何抽去的 于是便带着二人 朝着前面走去 这个洞大约有个十几平方 往前走出五六米 又看到一个洞口 今天跟耗子似的 爬进了道洞 又进了山洞 这会儿又是一个洞 好在这个洞不长 只往外爬了半米 就抽了洞口 顿时一股清新的空气 迎面吹来 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头顶之上挂着一弯 皎洁的明月 不远处的树林 传来了哗啦啦的声响 隐喻间好像有打斗的声音 伴随着几声奇怪的叫声 最明显的是那猫腰的嚎叫 不多时 李半香和黑小色也爬了出来 一看发现竟然从墓穴之中走出来了 外面就是一大片的荒山野里 众人不禁深吸了几口气 那墓室和山洞之中的气味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的 格宇伸手往前一指说道 那个八爷已经被两个大腰给缠上了 咱们过去瞧瞧 好啊 我这长的老小子呢 撞在我的手里 我非拔了他的皮不可 黑小色差点被那八爷害死 气得腮帮子都鼓起来了 一拳一拐地朝着前面奔去 格宇摸出了毛山七星剑 抖人间一晃 掐了一个法掘 将那七把小剑给收了回来 这七把小剑一回到主剑之上 山洞里很快传来了一声轰鸣 没了那七把小剑的支撑 那块巨石必然会从木道之中滚落下来 砸落的方向正好就是他们刚才爬出来的那个山洞 一声巨大的轰鸣 地洞山摇一般 头顶上有碎石速速落下 吓得几人连忙后退 生怕被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给砸死 离开了此处 格宇凭借着巨灵塔跟两个大妖之间的联系 快速往前奔去 大约奔出了个两三里的山路之后 众人便在一处深奥处看到了那两只大妖 还有那个八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